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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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說 我們要解LAPELS equation 其實就是我們要把 一些boundary value problem 一起通通放進來討論 那首先呢 在讨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Cardition Coordinated OK 好 好 首先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要去解这个Laplace Equation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Laplace Equation是 在Cardition Coordinate 那你现在你看到 你看到你的Cardition Coordinate Laplace Equation 其实我们很单纯的知道 它是XYZ 把它为分 两次 它的结果 那为了解这个片维分方程的时候 我们先假设 这个假设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 但是某些问题是可以这样子来假设的 要看你的Boundary Value Program 让你看看能不能用这样的假设 那我们先看说 如果是这样做 那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再回来看 它怎么样的Boundary Value Program 是适合这样的假设的 是适合这样的假设的 那我们假设说 我这个Potential啊 XYZ 它呢 是可以三个方向 把它分开的 对 Separation 这个Value Separation OK 那如果你一旦可以分开的话 那就好办很多 因为你现在对X方向偏为分的话 那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代表的就是 我YZ 是不用管它 我只要对X方向 做偏为分 而X方向偏为分呢 实际上就是全为分 OK 那同样的 在Y方向跟Z方向 你就变成是 X方向 Z方向 可以把它提到外面来 对Y方向呢 做全为分 那 Z的Component 二次为分 一样的 一样的 你只要对Z 做二次为分 所以一旦这样做以后 我的Laplace Equation 我会非常清楚的看到 就变成 YZ 比平方 X 比X平方 加 XZ 比平方 Y 比Y平方 加上 XY 比平方 Z 比Z平方 它要等一点 OK 那你等于赢的话 我把这个方程式 全部除上 我的Potential X Y Z 所以我第一项就变成 X分 是一底平方 X 比X平方 再加上 Y分 1 比平方 Y 比Y平方 再加上 Z 比平方 Z 比Z平方 它等一点 这个一旦你写出来以后 你看到它要等于0 这边是什么 X的函数 这是Y的函数 这是Z的函数 不同的 这个变数的函数 加起来要等于0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它等于0 它等于0 它等于0 OK 因为它是Function of X Function of Y Function of Z 你要让它全部加起来等于0 那你就只有 只有让它 这个等于0 或者是说 你这个东西加起来 这是一个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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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等于0 那一旦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代表是什么意思 D的X的X X分之1的平方 X的X平方 这个等于 或者我就直接写成说 X分之1 D平方X 比X平方 这是等于 Fu K S平方 那第二项 Y分之1 D平方Y DY平方 是Fu K Y平方 但是它要符合一个条件 K S平方 K Y平方 K Z平方 它要等于 因为它都是Constant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不应该会有什么大问题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如果你这个 它要等于0 这个条件 你一定要抓住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三个方程式 实际上 就是等于 Fu K S平方 的X 而这个呢 是 比平方Y 比Y平方 Fu K Y平方的Y 然后这个呢 是 比平方G 比G平方的 Fu K Z的平方G 我把X跟G 我把X跟X跟G的话 不要让你们 OK 对 你现在看到 这三个方程式 你会不会解了 哪一个 哪一个地方 Fu K S平方 接着就是我要讲 这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 我把它假设是 Fu K S平方 为什么要把它假设成 Fu K S平方 是 这个东西 你把它写成 Fu K S平方的时候 你会解 我们看到 你看到这个方程式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X的结 微分两次以后 回到它本身 前面是一个常数 那 这个函数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Sine Cosine 或者是 Hyperbolic Cosine 或Hyperbolic Cosine 就看这个的值 是Imaginary 过着Lear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写成 C1 C2 C3 OK 到这里 你就变成 X 你里面会有开根号出来 它看起来就不漂亮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写成 Fu K S Fu K Y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我说 这个是你要保握住的 你如果是写人 C1 C2 C属于 这边就是 C1 加C2 加C属于 等于0 就是直接就是这样 那 这个 三个方程式 现在是Independent 那我说 C1 C1 C2 C1 c1 C2 C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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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C3 C3 C2 C3 C3 没有吧 到这边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说 ks平方式等于0的时候 这一项就等于0 那我可以看到 我这个解出来是什么 这等于0 微分两次以后等于0 它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A0x加B0 一解就出来了 如果它是real 它是real的话 就是负的 这个是一个时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x的解 就是sin ks 加上cos kxx 那你前面有两个 未定系数 有没有问题 如果它是负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正的 微分两次以后 要是它原来的 再加前面是一个constance 是正的 那只有什么 hyperbolic sign 跟hyperbolic cos 所以 你的linear combination 是符合它的解的 它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第二个情况之下 我可以把它写成是 exponential的form 就kxx kxx加e-i-kxx a1 我把它c1c2好了 因为这持续已经c1c2 那如果是底下呢 你就变成是 1kxx 加上1负kxx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你可能是d1 d2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同学会问说 我到底要用哪个解 在这里就回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ks平方 因为我如果是用一个constance 我这边就要开根号 就写起来就很麻烦了 ok 好 到这里 我到底要用上面的解 用下面的解 完全要看你的问题 就是回归到 我的boundary value 的proper上面 依照我的边界条件 去决定 我哪个解释适合我的 同样的情况 ycomponent zcomponent 都一样的 ok 那 每一个同学 要有一个概念的 就是说 这些函数的特征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因为 你如果是这个函数的话 你就有周期性 你如果是这种函数的话 你就没有周期性 今天你如果是 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几个小例子 那真正解 我们在下一堂课再来解 我说 我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 这是一个平行板 很大片的平行板 那 这也是一个平行板 ok 那 这边也是一个平行板 那 你侧面的话 你看到 就是什么 这是无穷宽广的平行板 x xyz xyz 好了 那 现在你看 假设我说 这个是v等于0 这一面板 也是v等于0 但是 在这个板上面 它是v等于v0 那我要求的就是 这样子构成起来的 这样 凹制型的 这个板 没有连在一起 因为这也是一个 无穷宽广的平行板 这三面联 做出来的 我要问的是 整个这里的电厂的分布 ok 不可以 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的话 它v等于0 v等于0 它就不会v等于v0 ok 那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就要去解啊 解出来了 对不对 解到这边了 那现在要看的是 你要用哪一个解 是你恰当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的 一件事情是 在x方向上面 x方向上 它有没有周期性 嗯 有没有周期性 有没有周期性 这个解是有周期性的 这个解是没有周期性的解 ok 这节解是 可以让你有一个constant的 这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特征 所以 当你看到 在x方向是什么 v是等于0 一直固定的 所以你在x方向 不会有周期性 但是反过来 我们再看 y方向的话 你从0 然后 不不不不不 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又回到0 你是不是可以让它有周期性 ok 你可以是 你的potential变成是什么 我说 我到最后我的场线可能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 所以在y方向 我可以容许它有周期性 在g方向 一样的有没有周期性 没有 所以你虽然 三个方程是 摆出来的形式 是一模一样 但是三个方程是 你所对应的解 却是不同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 第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 就是general form general form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接着你才把你的boundary barrier 来判断 你适合用哪一个解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整个session 就叫做boundary barrier proper 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除了解 laplus equation以外 你要用你的boundary barrier 的值 去看哪一个解是适合你的